欢迎来到陈红果说红楼专栏 我们继续讲红楼一哥贾雨村 红楼梦第一回的回幕的后半句是 贾雨村封城怀归秀 这会给人一种错觉 好像穷书生贾雨村和真适应的丫鬟 偶然对上眼儿这个情节 是这一回的重要主题 实情当然并非如此 第一回内容丰富 令人目不暇洁 作者叙述了仙界两个版本的故事 一是女娲补天之仪石 二是神音侍者与将诸仙草的情缘 接下来是真适应和贾雨村 在葫芦庙庙的君子之交 密切相关 而所谓的封城怀归秀 只是其中一段偶然的插曲 当然 也不能说这个情节不重要 从这一段 令双方当事人 心细荡漾的封城邂逅 也大可看出贾雨村 这个人所看中的行止见识 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我们先看看书中的描述 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紧闷 忽听得窗外有离子咳嗽声 雨村睡起身往窗外一看 原来是一个丫鬟 在那里邪花 生得易容不俗 眉目清朗 虽无十分滋涩 却亦有动人之处 雨村不觉看得呆了 那真家丫鬟邪了花 方玉走时 猛抬头见窗内有人 必经旧福 虽是穷穷 然生得腰圆背后 面阔口方 更坚见眉心眼 直笔全塞 这丫鬟忙转身回避 心下来想 这人生得这般雄壮 却又这样男女 想他定是我家主人 常说的什么贾雨村呢 没有意帮助周济 只是没胜机会 我家并无这样的贫穷亲友 想定是此人无疑了 怪到又说他 必非酒困之人 如此想 不免又回头两次 雨村见他回老头 便自为这女子 心中有益于他 便狂喜不尽 自为此女子 必是个聚眼殷豪 封城中 知知己也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段话 对贾雨村的体貌的形容 说他是 腰圆背后 面阔口方 更坚 贱美心眼 直笔全山 我不知道 有些人 哪来那么深的偏见 既然说贾雨村 长得很普通 要知道就这长相 方方面面都完全符合 传统像术所推重的相貌 我这里综合了一下 蚂蚁像法 柳庄像法 神像全边 等等像术的解释 给大家归纳总结一下 贾雨村的这番相貌 意味着什么 腰腹原肥 来观韵亨通 背肩丰厚 来能有靠山 额满面阔 来吉祥顺达 口方醇厚 来俸禄无忧 铁面健为 来一言九鼎 心眼有神 来得配其味 鼻梁拱直 来富贵无极 全塞古风 来权重名扬 事实上 贾雨村后来 也成为了红的梦当中 官位最高的重臣 升任大司马 并学理军机 那可以说 贾雨村的长相 周正大气 又高又帅 虽然目前穷愁潦倒 日后也必将 福泽深厚 贾雨村 在评论这番相貌时说 贾雨村 长得很有王芒 曹操的遗风 并补充到 那些可笑的 世俗小说 一写到奸写小人 就说 长得尖嘴猴腮 张头 蜀木 那贾雨村的这一评论 主要侧重于 文学表现的手法 认为坏人 也可以长得很帅 可是 曹雪芹自己 从来没有说过 贾雨村 是个坏人 或尖雄 他透过丫鬟的观察 对于贾雨村 相貌的描述 基本上 是客观正面的叙说 看不出 有什么否刺的意味 更多的人认为 在这个邂逅故事当中 贾雨村 完全是一个 自作多情的普姓男 对此 志燕斋也有评论说 筋骨穷酸 色心最重 意思是 那些穷酸的知识分子 最喜欢义淫 每见到一个女的 都觉得人家钟情于她 这类看法 恐怕也是一种偏见 贾雨村 对自己的才能 魅力 是很自信 这没有什么错吧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 她的自信 是有充分的道理的 她的确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卓越 你不服不行 而在此情此尽下 她当然希望遇到一个巨野 英豪 封城中的知己 能够在生命中最暗淡的时期 获得精神上的莫大安慰 今后 金公章上有你的一半 也有我的一半 至于真家的这个丫鬟 的确是有眼光 能失祸的 她开头注意到的是 贾雨村长得雄壮帅气 紧接着就确认 她并非 酒困之人 要知道 对于那个时候的 离子 尤其是这种底层 离子而言 爱 是很现实 而非浪漫的事情 嫁给什么样的人 是一锤子买卖的 终身赌注 这个丫鬟 想到贾雨村 日后必将不凡 不免 又回头两次 在当时的 难理之大方的语境下 理性的这种 不守礼教的大胆行为 显然就是赤裸裸的 示爱了 以至于只厌哉 都不禁批道 如此蠢夺 岂得为无情 在礼方如此主动的情形下 还非要说 贾雨村是自作多情 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了 而且 由于古代社会 难理授受不清 人的基本情欲 受到极大压制 日久深情的机会 是很少的 而一见钟情 就是大概率的事件 所以 贾雨村和曾家丫鬟 一下就对上眼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想再次提醒大家 注意文本的细节 是那个李的 先回头看到他两眼 贾雨村才认为 对方对他有意思的 正如前面分析 你要说 李方仅仅是好奇 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那才是不可思议 不合情理的事情 再说贾雨村 他可不是外贸协会的 他看那个丫鬟 注意到的是 易容不俗 眉目清朗 虽无十分姿色 却亦有动人之处 相比于女子 对她的阴镜外表的关注 贾雨村要纯洁多了 哪里是指宴哉 所说的纯粹 出于色心的 贾雨村看重 并欣喜的是 这个女子的见识 她追求的是 灵魂香气的知音 这种痴心真情 就体现在 她妩媚思浮 辗转反侧 太相似病了 小说写她把这个丫鬟 时刻放在心上 中秋夜这天 贾雨村就对月舒怀 口瞻五言律师一首 未卜三声愿 平天一段愁 闷来使脸额 行气挤回头 自顾风前瘾 谁看月下愁 禅光如有意 掀上一人楼 这首诗的大意是 我相信 我和你之间的缘分 是全身注定 如今我事业无成 孤独苦闷 不过 请相信我的庄严承诺 只要禅功折贵 谋得功名 我一定向你求婚 这就是这首诗的意思 那贾雨村果然是情深义重的人 他可不是一时的义乱情迷 当然在眼下 大丈夫当有所作为 岂能为儿女情长所牵累 贾雨村在得到 曾世尹的资助后 就及时赴京赶考 他中了进士 选入外班 先做了三年支线 相当于后辈的培养干部 兢兢业业干出政绩 就被提升为儒州知府 在赴任知府的途中 巧遇侥幸这个丫鬟 就把它取为怯了 那么说到这次巧遇 其实也是贾雨村 有心有意的结果 按照小说的描述 这日 那曾家的大丫鬟 在门前买线 忽听得街上 喝道之声 众人都说 心态也道任 丫鬟于是 隐藏在门内看时 只见经劳快手 一对一对的过去 而大叫内 抬着一个乌帽心袍的官府过去 丫鬟倒发了个震 自私 这官好面善 倒像是哪里见过的 于是进入房中 也就丢过 不在心上 在曾家经过变故 完全没落之后 这个丫鬟的地位 更加的悲伤了 几年的消磨 他早已没有嫁入 富贵人家的面向了 所以他只是看到 那个坐在轿子里面的大官 有些面熟 哪里曾想到 竟是当时的落魄书生 贾雨村 然而 贾雨村 重礼寻他千百度 大街上 那么多百姓 相拥为官 人头传动 他居然就能一眼发现 躲在门背后 看热闹的这个丫鬟 当贾雨村 向曾家的娘子 提出要去交信 做二房 那曾世穎的岳父 风速 喜得是屁滚妙流 能够攀上如此高枝 岂能不欢喜异常 而贾雨村这边 书中也写他是 欢喜 字不必说 曾家啊 晨叶 只用一成小叫 便把交信送进去了 那有些评论者呢 再次又开始找刺了 说怎么只做二房 贾雨村已经有别的女人了 并不忠心吧 其次 这么仓促 草率就把人家取过来 可见 也并不尊重这个女子 诸如此类的评价 同样是 时代错位 贾雨村的做法 完全符合当时的封建礼数 他作为士代夫阶层 所取的正史妻子 必须是门当户对 名媒正确 与爱情无关 而侥幸 以丫鬟的身份 刚入门时 就是只能做妾 而引起妾的排场 基本上都是这么低调 不可能大张其果 有兴趣的 你们可以看一看 金平梅当中 西门庆 他取梦玉楼 潘金莲 李平儿 等等妾室 揭示一成轿子 就完事了 哪有那么热闹 倚村取交信的行为 有情有义 起了交信以后 恩爱有加 事实证明他并不是见一个爱一个 使乱中气的渣男 交信嫁给宇春过后 只一年便生老义子 又半斩 宇春嫡妻忽染疾下世 宇春便把他夫侧作为正式妇人了 根据文本的叙述可以推知 贾宇春在知府镇上 也就是取了交信不到一年 便被革职 遭遇了政治事业的重大挫折 宇春把妻妾家人送回原籍安顿好 自己就四处云游 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 那么正是在这个期间 交信承担起照料家庭 确保后方安稳的作用 可见这两人都没有看出对方 真的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个门野 叙述到此 曹雪芹也议论说 交信是命运两计 因偶然一故便弄出这段世难 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缘 正所谓偶因一招错 便为人上人 对于作者的这番议论 我倒是有点不同的意见 交信完全是命运两计吗 而相邻真的是有命无运吗 也不尽然 他们的人生 多少都与他们自由意志的选择有关 交信大胆的看一个陌生男子的出格举动 当然是主动为之 而不是被动的命运安排 与此对照 相邻的被拐卖 尽管是他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但他后来根本避而不谈 生生父母 实际上是潜意识里怪罪父母 不好好照顾他 导致他的不幸 以及在夏金贵 嫁过来时 相邻不听宝玉劝告的各种幻想和迎合 这都说明相邻的认知 并不像交信那么精明 而是有很糊涂的一面 他的悲剧 因此也与他的选择和行动有关 至于说交信违背礼教 向心仪的男人示爱就是错 那为什么 《红楼梦》里的林小红 主动勾引贾云 积极争取机会和宝玉 王熙凤等接触 最后成为爱情和人生的双重赢家 那么小红的行为却基本上 为《红楼梦》的评论者所称道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想根本原因 不就是因为侥幸的爱人是贾予村吗 因为大家对贾予村有偏见吧 而在这场终身不渝的爱情和婚姻里 贾予村何错之有 侥幸何错之有 人们不仅对贾予村的爱情持双标态度 对于他在事业上的报复 也是持双标的态度 这一点 且听我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